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魔术我个人当时还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的道具 只需要两张钞票就可以完成 但是呢这两张钞票一定要是不同面子的钞票 OK 接下来呢我需要这旁边一点按住这两个角 好 接下来呢只要你的手不拉开 这个钞票是绝对不可能有位置上面的移动的 对不对 自己看 弹下箱子 50元在20元下面 谢谢大家 好了 教学环节 其实这个魔术非常的简单 你首先呢需要两张不同面子的钞票 然后呢50块钱放在20块钱的上面 之后跟观众说一下这个50块在20块的上面 然后呢这个角和这个角的长度要不一样 好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卷了 好 只要这个长度 这两条边的长度不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开始卷钱 好 两张钞票一起卷钱 好 接下来呢卷 大家可以看到对不对 卷到这里来的时候你会发现20块是先翻过去 对不对 然后呢50块还在卷 对不对 在这 然后呢往前卷 这个时候呢20块会翻着这 然后让观众压住它 压住 然后呢只要它打开20块钱 就在50块钱的上面 非常不错的一个日常的小魔术 如果大家学会的话呢 可以评论一博点个赞 就记得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惨 拜拜 拜拜